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在韩国YouTube上 有个说着非常流利英文的孩子身份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她到底是谁呢? 这个喜欢哈利波特,英文流利 性格开朗的11岁孩子聪阿 因为英式英文发音 很多网友们一开始都会以为她是来自英国 但其实聪阿是 生活在平壤的北韩小朋友 聪阿在影片中经常介绍在平壤的日常生活 而聪阿在患上新冠肺炎的时候 也不会忘记更新自己的隔离日常 正当担心要快用完的时候 门铃响了 打开房门一看 是北韩的军医官送药来了 聪阿不愧是个专业的YouTuber 顺势拍下了军医官的画面 而聪阿也很感谢邻居们的帮助 邻居们送来了草莓 新鲜蔬菜 饺子等食物 让聪阿战胜了新冠肺炎 聪阿最后补充了一句 跟往常一样 一切都被管理妥当 大家都过得很好 加油 大家应该知道北韩有控制着网络 普通人很难在YouTube上传影片 不 应该是根本就不能使用YouTube 所以聪阿上传这些影片的真实目的 也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质疑 很多人都认为 这很有可能是宣传北韩这么好 那么好的影片 而北韩的对外宣传影片 以前主要是上传到政府频道上 但是现在经常会伪装成个人频道后上传影片 其实在其他的平台 也能看到像聪阿这样的 看似是个人经营的频道 一个自称是养一心的人 也在用中文介绍北韩的大学入学考试 高级住宅 新冠肺炎现状等消息 而北韩用这种更亲近的方式制作影片 目的是想要表达 北韩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也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就算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也能正常扭续的生活 而聪阿也在影片中 经常炫耀平壤是多么了不起的地方 这句跟往常一样 一切都被管理妥当 大家都过得很好 看起来是想要表达北韩很厉害 但是聪阿毕竟是个孩子 无法完美的掩饰 紧张害怕的眼神 就好像是周围有人在盯着他一样 导致让看影片的网友们感受到的是 北韩的可怕 所以对于聪阿的YouTube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